金砖国家排球赛 24宝开打,中国女排排出国庆出战,这只球队有准国手前禁闻,陈佩颜领衔,不少希望之星都在队伍中,可以说备受期待,然而,这样的比赛,对手的水平可不能保证,当然,这也是因为中国女排的自身实力非常出众,这场与南非国庆女排的对决,中国女排打出了一个让对手非常尴尬的比分,25告诱。 25-4,15-5,这样的比分是一个什么概念呢?中国女排连续得到5分,对手才能够拿到屈指一分,对手三局一共就拿到了15分,还不如中国女排一局的得分,可以说这样的差距非常明显,甚至有些夸张了。 这样一场比赛,这样一个比分,不得不说活久见了,因此,不少球迷也开始吐槽中国女排实在太欺负人了,网友调侃这么不给冬到主面子,过分了,这是什么比分呀? 真是从来没见过,的确,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无敌的中国乒乓球队,在赛场上打对手11-1,对手那唯一一分还是咱们让的。 当然,这样的比赛,中国女排与对手也就是交流为主,这支国精女排阵容中,事实上不少球员还有进入国家队的希望,目前球队对于球员的打造来看,陈佩妍担任主力接应,去年入选国家队的接应前进完,挪到了主攻位置,扮演保障型主攻,接六轮一传,期待能有超新星脱颖而出。